10月24日,Rise成员赵磊出席某活动,有记者提到其对友人和夏之光的恋爱风波。 工作人员直接打断,针对Rise解散传言,赵磊则直接连连白手否认,不会不会不会。 近日,组合所在经济公司哇唧唧哇的公司录音曝光,在录音当中特地就人和和夏之光这两件事情分别做出了决议。 结果是夏之光暂停活动30天,人行暂停活动60天,也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以内,两位不能够公开出席活动,也算得上是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